孙兴敏、杜兰特、杰伦格林谁影响力更强 未来杰伦格林能否超越克莱啊 杰伦格林呢 我以为杰伦布朗呢 杰伦格林是个啥呀 他不叫火箭队欺人吗 上一阶打的也一般般的 参加科兰大赛掉了大链子了 之前外界传的神乎其神 都知道他是天赋一饼 这一阶欺人当中最有身体硬性数字的 结果呢 连续扣了几次 难度不高 都是因为自己挑的高度不足 臂展不够 使得自己无功而返 连那谁都没战胜 连托斯卡、乃安德森都没战胜 你算他算个六啊 这个杰伦格林我感觉啊 他进入联盟之后 他这个最突出的标签是身体天赋好 但结果身体天赋也是这样 大局官一般 杰伦格林不辣地 孙兴敏呢 杜兰特呀 杰伦格林他当下没打出什么成绩啊 目前你要说他比班村来强 也不见得 对不对 没打出成绩啊 孙兴敏呢 孙兴敏球王 杜兰特呀 杜兰特影响力啊 杜兰特因为他不是很正面 而且呢杜兰特没有根基啊 美国人 美国球迷不支持杜兰特 因为你让美国选一个美国队长啊 不可能是杜兰特上 那美国真说 选一个什么超级英雄联盟 杜兰特也是啥 最多是变好之前的东饼 最好最多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九头蛇呢 杜兰特呀 本身他就号称是蛇嘛 自己啊 或者说球迷就能给他送出的一样号蛇 他就算是个英雄 他也是反面英雄 是这种 你要说这个国际舞台 谁尊重杜兰特 看不看到杜兰特到欧洲 看一些主手比赛 蛮场虚色 根本不可以看到你 怕你到现场观看之后 再跟什么一些 我们支持的组队 一些球形合影 因为这个很正常啊 毕竟杜兰特属于是体育圈之内的 顶层人士 他是超级剧性啊 甭管声名赛怎么狼藉超级性 而且包括他到哪之后 竞技团队同一个运动品牌 他们会有搞一些那个联谊活动 有点类似于啥 呃 逼扎不组 对不对 互相这些联合投稿呢 有点类似 就是啥呢 逼此件事有联解的 那多兰特耐克起下吗 那很多欧洲足坛都耐克起下 去了难免合影 交换球衣 现场球迷不干了 这下多兰特来了之后 今后肯定会跟我们这个支持的当家球星 彼此交换球衣 不要带坏了我们的当家球星 不要说污染 我们一直以来为之骄傲的球队文化 当时满场驱动 王一连恨不得 破口大骂 现场球迷 不顾数字了都 说说欧洲人原本怎么讲 其实挺克制的 一般来讲 不会说对于一个外来人 破口大骂 但现场各种难听声音 这是对于多兰特很烦的 多兰特主要是没有根基 他全世界范围之内 这种影响力的话 比不了孙兴敏 孙兴敏现在已经是亚洲足坛的一个了 整个亚洲视孙兴敏为骄傲 不夸张地讲 你只要说认真喜欢足球的话 你不可能不认可孙兴敏的实力 非常有实力 在英朝啊 比方说人家是韩国的 我们是中国的 韩国说呢 你天然的得排斥 我感觉体力是跨国界的 孙兴敏在我内心当中 也是一位正面大脑 属于是这种 挺有实力 积极正面 整个亚洲是孙兴敏 坚实的后盾和拥盾 那你说他根基多样啊 亚洲是真正的世界文化中心 我们都支持孙兴敏的 不然都没有人支持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